苹果新闻网日前披露 双政党推荐郭宋沛的可能性 郭伴发言人 永林基金会执行长刘又彤周日证实 两天前清明党主动联系 双方幕僚就国会布局有做一些讨论 我们是就目前大选的情况 彼此幕僚做一些讨论 对于国会布局也有一些交换意见 郭宋这件事情是真的没有提到 对于清明党为什么会主动联系 刘又彤说 他先前在脸书调查两党对决 郭粉的意向可能会往哪边偏移 有高达五成多没有表态 四成多提出防御性投票 虽然不无可能是绿营操作 清明党认为这样的偏动 对泛蓝阵营不是一个好现象 因此提出讨论 至于清明党主席宋楚瑜 参选2020总统 郭台铭是否会支持 刘又彤说 不完全了解会有谁出来参选 目前为止 不适合做太多的议论 到目前为止还并不了解说 宋主席是不是一定会参与总统大选 可能礼拜一之后会有一个比较 给我们一些明确的方向 民众党说买不了苹果 但是你可以 只属于你的媒体 苹果新闻网